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香港教育大學人民學院的 本科線上的資訊日 我在這裡會負責向大家介紹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榮譽文學士課程 我是課程主任張寧博士 我們這個課程是一個 senior year entry 的課程 換言之就是大家拿著一個 associate degree 或者是 high deep degree 進來 然後是讀兩年 就可以拿到一個文學士的榮譽學位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課程的培養目標 我們課程的培養目標就是 希望可以培養到大家可以進行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 聽到好像很抽象和高深 實際上就是可以教外國人講中文 在香港這個語境下 其實也都是可以幫助非華語的一些學童 或者非華語的人士去學習廣東話 都是在我們的一個教學的範疇裡面 同學除了可以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方面 獲得到一些專業的培訓和知識 另外我們課程也都很強調一些跨學科的知識 所以大家會在這個課程裡面會學到一些中國語言學 以及一些教學法 以及一些教育心理學等等 所以在這個全球化的一個語境下面 我們的專業是可以適應到這個多語化 以及全球化的這種趨勢的 我們課程的特色 在香港來說我們是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作為專業的一個本科課程 我們的課程其中有一個叫做 選擇了這個中文主修科的同學 畢業之後其實就會被語常會認可 是一個中文主修科 被認可為中文主修科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可以在畢業之後 直接去報讀一個中文的PGD課程 是受語常會認可的 是 那我們這個senior year entry的這個課程 那會是需要大家入讀之後 是收讀六十個學分的課程的 那接下來我會介紹這六十個學分 包括了哪些部分的內容 那其中呢這個必修科呢 是佔了三十三個學分 那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主修的課程 那以及有一個叫做major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 是一個跨學科的主修科課程 那另外有一個必修的實習 那另外呢有一個新增的 一個叫做cross faculty core course 那我們的課程呢 都內容非常之豐富的 那另外呢也都有一個final year project 那final year project呢 那就會是包含了第一部分是會 去研習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 那另外呢也都在第二部分呢 是可以有兩種的選擇可以選擇的 一種就是可以選擇做honors project 那就是傳統的一些畢業的論文 那另外呢最近幾年 我們也都有一個新的選擇 給同學就是做一個capstone project 那就是說你可以設計一個教材套 或者是設計一個譬如手機app 還有一些mooc課程 那這樣都很與時俱進的 那另外呢在選修科方面呢 就有15個學分 那同學可以在一些不同的 domain 裡面去檢查的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common core 包括了university的e portfolio 以及是一些ge4的 那一共是60個學分 在兩年內完成 那這個chinese language gen 剛才也提過一下的 那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正式受 那就是語常會認可的中文主修科課程 那大家都知道 其實很多同學是想是 投身教育事業的話呢 那都希望是 將來可能要讀PGDE的 那因為這個是語常會認可的 中文主修科的話呢 那就可以讀一個中文的PGDE 那在本地的學校裡面呢 那PGDE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學位來的 那我們的major courses呢 就包括有以下的這些科 那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中國現代文學 那我們是很強調教學法的 那教學法有兩科 有教學法一呢 就是聽說教學的 教學法二呢 就是讀寫教學 那另外有一科是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那這一科是英文科來的 那其他的科就是中文科 那然後呢 如果是chinese language gen的同學呢 對於他們來說呢 漢語語音學以及漢字學 都是必修科來的 那如果不選擇chinese language gen的同學呢 那他可以是 就是以這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以及是語文教學與資訊科的素養 作為他的必修科的 那然後選修科方面呢 我們也都有比較多的選擇 給到同學的 那有不同的動革 那在這個異語教學方面呢 就有以下這些課程呢 那我就不一一讀出來了 那其實這些資料呢 也都在我們課程的網站上面 有列得很清楚的 那除了這個漢語教學法方面的 漢語教學方面的這些domain的課程之外呢 也都有一些是中國的文化啦 以及是中國的語言及文學等等的一些課程 是可以給大家去選擇的 那然後呢 那就是除了是一般的去上課啦 那我們也有很豐富的一些課外的學習的活動 那剛才也都提過呢 我們有Field Experience的 就是一個教學的實習來的 那另外也都有其他一些支援的 比如說一些Language Enhancement 那就是幫助大家提高普通話 以及英文的水平 那我們也都有這些Academic Advisor 這些這樣的措施呢 那就是同學入學之後 也都有一個自己配對的Academic Advisor 那在學習或者是職業生涯的規劃上面呢 是可以就是向Academic Advisor請教的 那另外我們也都會盡量地提供一些voluntary 就是你想參加 就盡量可以給你機會參加的一些internship的機會 那等一下會稍微再講一講 那這個Field Experience方面呢 其實我們有兩部份的 一部份就是有為期四個星期的 那是海外的實習 那在海外的這個實習呢 都是就是譬如說前線的老師 那樣他是帶徒弟 以一帶二這樣的小 就是師徒這樣的形式去帶大家去實習的 在海外的 那過去幾年我們是去北京語言大學那裡實習的 那除了這個北京語言大學的這個為期四個星期的實習之外呢 我們也都會是組織大家去本地的一些國際學校去參觀 以及是搬課的 那在這個期間呢 那大家就可以學以致用的 那在剛才提到的一些學科的學習呢 那都可以在實習的時候得到一些形容 那也都累積到一些教學的經驗 那這個對於將來大家的那個就業或者繼續升學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也都有一些是voluntary的一些internship 那就是因為本地都不少的 譬如一些NGO的機構 那以及一些國際學校的負責的老師 那都會是聯絡我們 那我們也都會把這些相關的一些internship的機會 是告訴同學們 那同學有興趣就可以報名去參加的 那這個就不是說一定要參加 那是大家有興趣才去報名的 那然後關於這個海外的實習 那可能大家都會有個疑問 那現在疫情之下怎麼辦呢 那疫情之下我們最近兩年 其實就改成是線上的實習 那但是其實線上的實習 雖然說是遙距是有少少 就是大家覺得 哎呀真的好像沒有實體去北京 那有少少遺憾 但是其實在online這個實習裡面 大家學到的東西一點都不少的 那因為其實online的實習 那同學其實也都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 不同地方的這些留學生 那他們除了就是在實習期間 那這樣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那有些其實在實習之後呢 都有繼續保持聯絡的 就是無論是指導的老師 還有說在實習期間教導的這些留學生 很多其實都在實習完了 那其實都還有大家一起保持聯絡 那這樣的 那大家看到就北京瑜伽大學都很認真的 那他們每次都會有一個開版典禮 也都是一個結業的典禮 大家都非常認真的 那我們課程也都很注重跟本地的這些國際學校的 或者是本地學校的一些聯絡 那我們也成立了一個 Program Advisory Committee 那那些成員其實都是來自於業界的這些 那一些校長啦 中文科主任啦 或者是很資深的一些老師啦 那他們呢 我們也都會定期跟這些 Advisory Committee 的這些Members開會 那也都請他們以業界的眼光 那來為我們的課程提供一些專業的意見 那另外呢 我們也都每年現在都有組織一個Simposium 是Online的 那一個Simposium 都會是請這些前線的校長啦 前線的這些資深的老師啦 那來跟我們的同學 介紹一些行業上面的一些經驗 尤其是中文作為義語教學 在實際遇到的一些新的挑戰的時候 應該怎樣去應對 那他們都非常之好跟我們的同學去介紹經驗的 那這些也都第二屆的時候呢 我們也都請到幾位老師呢 那跟我們的同學介紹他的從業的那個 那個心路歷程啦 那所以我們的同學呢 就除了是學一些學科上的知識 那也都可以通過這些Simposium 來向業界的這些老師校長去學習的 那我們也都非常之盡力去幫助同學的 那我們有一些 就是我們在同學入學的時候 就會做一些need analysis 那我們也都會根據同學的需要去改進那個課程 那也都會有一些student mentorship scheme 就是高年級的同學可以帶低年級的同學 那還有我們也都有我們的academic advisor 是可以幫到同學 那剛才也有提過的 那譬如今年來講 那我們也都甚至有一個team building的workshop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天我們去了馬灣 進行了一些team building的活動 那大家的凝聚力也都會更加強的 那我們就除了課程自己本身 那學校是都給了很多支援的 那譬如說有一些是來自student affairs office SAO 那他們也都有不少的支援的 包括是一些情緒啊 一些各方面的心理啊 那有些counseling的一些workshop 那也都有就是有些tutor 那也都有一個campus life的avising scheme等等 那另外我們另外有cle的同事 就是center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那也都會提供一些英文上面的consultation 那也都有一些language test的support 那譬如說同學如果在普通學水平測試 以及IELTS考得比較好的成績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拿到refund的 那也都有一些body scheme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活動 來幫助同學提高那個語言的能力的 那我們都很歡迎同學來報導我們課程 那我們課程也都有在學院的這個支持下面 也都有一些scholarship的 那有一些entrance的scholarship 那具體的一些資訊 那大家可以從以下的這些網頁上面去了解到的 那同學在這個課程裡面學習 其實都會覺得很充實 很愉快 是很有收穫的 那包括譬如這些是從疫情之前 去北京的實習上面也都有一些文化考察 那同學通過這個課程的學習 也都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 那就是我們也都在本地的媒體上面 都看到同學的一些回饋 都覺得是在這個課程的收穫是非常之大的 那也都有很多的同學是會投身教育界 在畢業之後 那也都有些同學是會繼續這樣去升讀 master 的學位等等 那我們的課程 就是同學那個都很滿意的 那就是在畢業的時候 其實都覺得很開心 有機會讀這個課程的 那我們課程那個入學的一個要求 那就要是一個holders of local associate degree 或者是 higher diploma 那然後是要final year的 那然後我們的那個收生的數量不是太多 因為學校也都有一個quota的限制 那我們每年是收25個 那需要面試的 那會視乎疫情的情況 那現在還未決定到的 不知道到時候是實體面試 還是online的面試 但是面試是需要的 那如果你關於 那你對於我們的課程有興趣的話 那也都歡迎在以下這個網站裡面 去了解到更加多關於這些申請的這些詳情 那或者你也可以打電話來詢問一些問題的 對於是